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终于迎来一部现代剧,男主帅气相当,女二和男二都是大熟人! 杨子终于迎来一部现代剧,男主帅气相当,女二和男二都是大熟人,期待! 电视剧《成欢季》目前已经开通了官方微博,想必不久之后就要开机了! 这部电视剧的粉丝目前已经来到了一千,开机之后很快就会破万的! 《成欢季》之前赚了男女主角,他们分别是杨子、徐凯、男帅女美! 又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组合!因为这两位之前从来都没有合作过! 又是古装剧里面的男神女神,又都能扛拒! 这一次,双强联手,看来又能够创下播放量神话了! 当然,以上都是浅浅预测一下,毕竟这两位在娱乐圈的流量都还蛮高的! 都是当红流量! 杨子在一系列仙侠剧中的表现也非常好! 如果《天机白蛇传》说播了一半下架了还有《青三行》两部剧能够顺利播出! 杨子肯定又会有两部经典作品! 而徐凯也是陈中吴凤进组的一位男演员,刚刚跟谭松韵合作了! 就又要跟杨子合作,可以说是娱乐圈女神的收割机了,作品一步接着一步,非常厉害! 眼下徐凯的《雪英领主》,《仙剑6》都还没有播,又迎来一部现代剧,观众们真的是期待满满! 电视剧《成欢记》是根据《一书同名小说》改编的。 电视剧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九五后女孩,在母亲的催促之下,跟一个有钱人结婚,后发现门不当户不对,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失衡。 一边是想要挣脱枷锁,另外一边是想孝顺父母,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 不过最终她还是从这种困境当中出来了,终于自我才是她想要的。 后来女主在经营酒店的过程当中,认识了酒店经理人姚志明。 他们两个人既是工作伙伴,又是灵魂伴侣,在日渐相处的过程当中。 他们两个人感情日渐升温,而女主也终于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 《义书同名小说》目前被改编的除了《成欢记》之外,还有网传流亦非即将出演的《玫瑰故事》。 这两部看起来都是围绕女性角色而写的大女主故事。 不过《玫瑰故事》更加偏向大女主一些,阵容也是很令人期待。 《成欢记》当中的男二号和女二号也让人特别意外,他们两个人都是大熟人。 一位是《清平月》当中的许玲月《云香传》也有她的身影,温婉而又大气。 特别自然而又舒服的长相。 另一位是牛俊风演技不错,但是经常给别人打酱油。 这次应该也是男二,她跟杨紫的关系好像还挺熟的。 又括号,《成欢记》被爆料即将会在6月份开机,杨紫一直都是网传女主。 应该是没跑了,很期待杨紫的新剧。